一次商演 小月月赚了二百万 立马上交了一百二十万给自己的师父郭德纲 郭德纲让财物告诉小月月这个钱不对 月云腾十分不理解地去找自己的师父 得知真相之后 他当场泪目并说 我这一辈子都要跟着郭德纲 在相声界里面 最走心的一对师徒便是郭德纲与月云腾 二人的关系 不论是在相声圈还是在娱乐圈内 都是出了名的好 月云腾在进入德云社之前 干过保安 当过服务员 根据月云腾回忆自己 曾经因为给客人算错了两瓶啤酒 竟然被顾客骂了三个小时左右 由于严重影响了饭店的生意 经理当场拍板让月云腾滚蛋 在回忆中月云腾说道 我给他说了很多好话 即使到了今天我依旧恨他 大家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如何 从那段黑暗的阴影中走出来的 被开除后的月云腾 辗转了许久 终于找到了一份在海湾居面馆当传菜员的工作 也就是这工作 让月云腾的生活有了转机 一天 一个常年在演艺圈混迹的经纪人来到饭馆吃饭 他无意间看到月云腾在对着镜子练习相声 于是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让月云腾去德云社找郭德纲拜师 月云腾在跟郭德纲学了两天之后 回去就写了辞诚 不过月云腾是德云社最不被大家看好的相声学员 他性格内向 不爱言语 只会埋头干活 月云腾的普通话说的不怎么好 于是师兄弟们也觉得 他难以在相声这行当出人头地 郭德纲也给他想办法 找来了几个普通话特别标准的人教他 月云腾后来回忆自己改正普通话的时候 他说道 不论是寒冬纳月还是酷书 我每天都会坚持三个小时以上的普通话练习 而且是在事外 2005年的时候 郭德纲给了月云腾一个演出的机会 但是15分钟的节目 不到3分钟 月云腾就被人轰下台 这件事情给月云腾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惧怕舞台 不过郭德纲并没有去打击他 而是继续给他信心 4年之后月云腾参加了一次商演 赚了200万 然而郭德纲却很生气的告诉月云腾 我不管别人拿多少 你在我这里 我只收两成 月云腾听到这里哭了 他曾经不止一次的夸赞自己的师父郭德纲 厚荡 局气 其实郭德纲一路走来也同月云腾一样 尝尽了常人不曾经历的人情等暖 他七岁百师 15岁学艺 三进北京城 当时的他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没有一个剧团肯收留他 好不容易有了演出 老板又拖欠工资 因为交不起房租 经常假装自己不在家 郭德纲在成功之后 他将自己心酸的半生 以及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 全部写在了郭论江湖 简史 过得刚好里面 这几本书汇集了老郭为人处事的思想 以及年轻人到底 如何在大城市中有目标的拼搏